在你們家方圓 譬如說越近越好 管區就對了 土地公就是你們的官區 如果說廣棋那裡 或是要求財 其實求財和土地公是最有效的 而且要離你們家近一點的土地公 就像你們家的官區 你有什麼事 有什麼疏忽 你都會跟他們說 你這樣就近才能保護到你 你說譬如說我去高雄去拜財神 他如果要走來你們家田邊田中 快馬加邊也不適合 對不對 所以不能近廟棋神 有人說靜廟就 我們家的廟棋好像比較不準 我來越分拜越準 不能這樣想 其實你們家小小的土地公 他就法律無邊 要怎麼拜拜 拜到他有聽到 其實你們拜拜最好 就好像不算你去拜拜 這麼多人在說 但是你就是有一支電話 可以跟這尊神通 我就顯卡比他 是真的報電話給他嗎 對 專線 就好像不算說 我現在說你們大家他都聽不懂 但是我說的 他就直接 他的那個電波跟我是相同的 怎麼做 對 就是呢 其實拜拜你要寫一份書文 書文 怎麼說這書文要去哪裡買 其實你要去買金錢店 其實你要買那個書文都有 那最主要是這個書文 它可以上達天帝 對 跟身分可以上達天帝 你說你這個書文突然 你要寫你的生死領域 你的名字 你的現居的住職 我站在那裡 你就寫在那裡 或是我就開公司的 我想要給我的公司 生理比較好 你就寫你公司的地址 你都寫到一千里糙 你要求什麼 寫好之後 你這個書文就公盡 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 再來拜拜 你就是要穿五果 五果 五樣水果 五樣水果之後 你拜拜一定要穿一個茶 茶米茶 泡茶米茶 你最好的是換一個茶去 你自己穿三茶杯子嘛 我們買一罐便利商店的茶去 泡好的茶 其實也可以 這也就是茶 因為星辰哲零嘛 對 也是可以 你穿三茶杯子 因為廟有的是沒有杯子 有的比較大的廟是有杯子 你就三個杯子把它放著 你點香之前先到三分之一 拜託之後你來說你住在那裡 三個杯子各到 點香之前先到三分之一杯 你現在拿香下去 那縮紋 你縮下來 就打一瓶 讓我們剛才說杯子聽 剛才說杯子就知道 你今天來是要求什麼 好 我們香炒下去之後 等一下差不多香會三分之一 再倒第二次 香過了三分之一 在三個杯子裡 再倒第二次 倒到三分之二 倒到一半 對 半杯 杯子的半杯 好 現在半杯完之後呢 你所有的都祈求完了 香過了一半 你再倒第三次 香過了一半 再倒第三次 對 倒八分滿就好 你不要把它倒全滿 全滿是沒有禮貌的 你一定要倒八分之一 八分滿 八分滿 又意思是說 你錢才不會跌出來 跌出來就漏掉了 其實八分滿 好 拜完之後呢 你就 給你擲一個杯 你說 剛才說杯子 我想要給你求一些 你大樓的香腐 讓我回去燈體 讓我回去教材 讓我回去進步 你把它擲一杯 有過的時候 你記得自己帶一支 乾淨的湯匙 拿一個紅包袋 我們的香爐 東南西北中 東南西北中 求它這個大樓裡面 就是大樓 裡面小樓 就是我們炒香的 那個土壇 天宮 天宮 那個大樓 你要求 我要替你土壇一點香火 自己帶一個湯匙去嗎 自己帶湯匙去嗎 或者他們那邊有湯匙也可以 大樓 然後你就 東南西北中 東南西北中 然後 你這個就把它擲一匙了 東南西北 所以你的湯比較多 有比較讚比較多 不然你整個小樓 我沒有太多 你是屁肖的 他不用啦 意思意思就好了 一點就好了 你感冒吃 有人醫生叫你吃一包 你說我想要 五包做一次吃這個 你不要太多 不要空 好 爸爸要來 東南西北中 都要擲一點香火 落在紅包就好 你現在把它放好 放在那裡 你會拜拜之後 你那個五包 你會燙燙的 等你吃平安 要記得 和金紙 你一定要傳那個素色金 試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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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個賣金紙 你說我要素色金 他就會傳給你了 好 然後呢 和這條索文 你都要把它化掉 化掉之後 好 化掉 化掉聽得懂嗎 化掉 就燒掉 化掉 我以為打叉叉的化掉 就是年輕人 對啦 年輕人是初級班的 也是要我們要 要幫他們介紹一下 這個小孩 他也要嫁好 他也要拜他 土地公司 也要化掉 對 人家不用化掉 對啦 所以拜拜之後 你就回家 可是你們家如果沒有拜拜 有的家裡是有那個 供奉神 如果說你們家沒有在拜拜的 OK 你把這個紅包袋 放在你們家的柴位 放在柴位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家有在拜拜 一定有香蕉 你會把這些香蕉 交給你們家的蕉 喔 所以照你 照我剛才說的方式 你拜一拜 然後之後 你就會覺得呢 你的財運都會比較順 身體也健康了 財運也順